做一下这个小节 就是说 环境运动 目前 好像遇到一些瓶颈 但是我想它是一个下的 新的阶段的一个开始 新的一个阶段开始 那我们希望 三宁书院 它成为台湾 新时代的环境运动的一个 起点 就是它跟过去在做环境运动 甚至跟陈运峰老师 过去在做讲究三宁的运动 它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那我们期待 因为各位的参与 那这种新的运动的模式 能够更明确 更清楚 而且更有力 那这是我一再的希望 各位能够一起来参与的 这个伟大的工程 参与我们这个伟大的运动的一副认识 谢谢 谢谢大家的参与 现在目前我们的总负责人蔡志豪秘书长还在 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这个讨论会综合意见交流 这边结束我们就把交给蔡志豪秘书长 然后我们你看下一个什么 接下一个运动的运动 谢谢 谢谢大家今天带来的 那因为今天来参加的伙伴都是在1月26号到2月2号大部分都会来参加的 所以你现在左右的这些伙伴都可能还要再认识8天的 所以你觉得他可以比较能够聊得起来的 你可以跟他 因为我们不方便把大家的通讯资料 因为有各支保密的问题给我给大家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这旁边还可以跟你待8天的 你就可以留一些讯息 可以变成是共同的伙伴 好共同的伙伴 那第二个呢 那今天的座谈会跟往后的8天的营队的活动 那陈老师就希望说你能够就近能够有行动力 那这个行动力不是说你一定要掏钱出来 不是哦 是在你你在想过之后 你可以用你什么样的方式去付出 你可以就近去支持环保产品 可以就近来三年书院来当志工 那你如果都没有时间 你可以上去把那些环境议题的Facebook也好 或者是这些讯息转贴 因为你知道你现在生活在楚门的世界 那你只有把这个讯息带出去 那这个社会才会改变 那最后呢 如果今天有要去回彰化的 等一下到前面来 有人要搭便车 那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